哇 这件好漂亮 不管是它的一个种水还是公铃 真的看完都很震撼这一件 不管是耍材还有色蛇什么的 我都要把我的工 我的作品能够完美的演绎出来 所以我损材料的方面的话 我都是比较严格的 我看到了这几盘真的都是很冰的 没有说只有色没有种这样子的 但是你种好的话 你才能突出你一个作品 一个神韵 还有它的一个显示感 那因为我们平时可能更多的 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 比较普通的叶子 豆子这些 然后刚好不是年底的 又是元旦 又是生旦 又是新年的 我就想着说请一个老师过来 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 精工精妙的一个作品 会有一个收藏价值的 可能把我的作品分享了 我也很开心 那这次我们就是10号 就要请宣德老师过来 把他的作品带过来给大家来欣赏 每一件都非常的精致 然后这一件我们看过了 我随便拿一个山水 不要看它简简单单的一个浅浮雕 这个是浅浮雕 是吧 它的工艺真的 你可以看的 周边的话我都是留有一个空间感 我特地不雕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 有一个虚实的一个空间感 这样子给人的感觉 就更沾的活灵活现 这件是光阴是吧 这件有漂亮 这些都是毛货 对 都是还没有抛光的 我这个也可以 看多了一个手镯 再看一下这些有雕光的作品 它真的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感 对吧 很漂亮这些 那我们到时候 把你的那些好的作品 你收藏的那些作品都带过来 好不好 可以 让我们大家大饱眼福 那我们就期待那个 10号晚上我们再见 我的姐妹们就期待你的好作品了 好 好不好 来 谢谢 谢谢 谢谢你的老师 嗯